自由生活中的生活 首先我覺得 要有寶寶 要兩夫妻坐下 聊好 是不是真的要寶寶 不需要後悔 因為寶寶一出來 很多事是排山倒是這麼來的 是影響到你之後 很多年生活的方式和習慣 如果真的決定了 就要很認真去對待這件事 首先就是要 我覺得精子和戀子的選擇都很重要 所以當時我和我老公決定要BB 都希望那段時間保持好自己的身體狀況 做多些運動 戒煙 少喝點酒 早點睡 普遍來說我覺得是確定BB很健康 第二件事我覺得 真是恭喜了 知道有了BB 那份喜悅是很難形容的 很開心很開心 創造一個生命 你也要負責任 其實那時候爸爸的責任 爸爸就可以退一退 主要是媽媽的健康狀況和心情 我覺得懷孕的時候 又不用真的吃很多東西 但是要吃得好些 譬如新鮮的蔬菜 足夠的湯水去補身 還有媽媽也要堅持做些運動 有很多適合懷孕女士做的運動 例如游泳 做瑜伽 做瑜伽 對媽媽的健康都有用 還有如果真的想著 順產生BB的媽媽 是要做些運動 保持自己有力的 第三件重要的事就是坐月 我覺得對於女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之前的體力也沒有那麼好 身體也沒有那麼好 但是坐了瑜伽之後 我真的深深發現到 我補得很好 自己的健康狀況也好很多 人也沒有那麼容易病 當然是有充足的休息 還有盡量放平心情 其實沒有人可以影響到你的心情 除了你自己不懂得調節 多點跟周圍的人聊天 老公的支援很重要 還有坐月的時候 千萬不要想著 我要減肥 我要快點瘦 或者為什麼我的樣子好像肥了 不漂亮 不要想這些事情 最重要是健康 你健康 BB健康 這個是最大的任務 請客 Wednesday 3 5 10 感谢观看